大家好,我是巴仁,今天和大家介紹這部新出的 Homica 91號車,Coco咖哩店的流動美食車 Kitchen car,即是廚房車,即是好像香港雪糕車 不是賣雪糕,不是咖哩飯,其實這個帽子是ToyotaTown Ace的帽子 如果大家記得,它之前出過一個漢堡包 和普通白色一塊板車一架 當然是1比64才買 其實它同一期就出賣這個Shelflaid Corvette 但老實說,那個款式我又一般 我這些都是比較喜歡舊款的Covette 例如第一代,第一代是前期型的那一款 不要差那麼遠,我先開這部 其實這部我叫它出的時候,我都很期待 因為是活動組件,可以開的 就是那間店,即是裡面的廚房,我開來看 因為其實這個車,它之前出過的 全部都是掃把佬Samba 那些掃把佬Samba全部都不是1比64的 是1比64的,我當然會吃到洞 不是1比64的平板在裡面 以前沒看得太重 現在看得太重了才會出現 所以現在看到有部份的東西其實也挺有趣 還有,我未見過有人開箱 是開了那個,即是他們做 即是他們拍照片,拍照片放在這裡 又不開這塊東西來看 沒有人拍了照片,只打開看看裡面 登登登登,咦? 難怪不然不拍了 大家看到什麼?兩格 再開一次給大家看 是兩格類似槍的物體 兩隻槍可以燙開的槍 是,兩隻 可以燙開的槍 拉下去就不見了 我覺得自己好像被人騙了 我不知道說什麼,我現在真的騙了 那算是看看這輛車 因為TOMICA的QC你不用怎麼擔心 它 就像貼紙 因為這輛車其實我挺有興趣的 除了它1比64之外 還有因為這輛車 是 就是那些細節做了很多 有這些槍 有這些 我挺喜歡這輛車 美食車 餐車 其實餐車比較好 那這些餐車其實就是 我想 香港應該不知道有沒有 應該沒有 現在不是美食車那些 但沒有這隻這麼小 香港的應該全部都是 類似5.5多 那好吧 剛才有一點技術問題 回來了 講到香港的美食車 主要都不會用這麼小的 不是 有 剛剛吃起來了 好像有人用過 一些小的日本貨車 我想應該可能比這輛小小的 那其實TOMICA的QC就 嘩 嘩 嘩 貼紙都黏不好了 真的我不知道說什麼好了 真是 買貼紙 想著最後沒有東西 這裡放一鍋 還有這個 那個底 這個底尾什麼 對不起 因為車沒有歪的了 唉 忘記了看這件事 TOMICA很喜歡這個問題 反正買TOMICA 我會這樣測一測 因為TOMICA這車真的有時候都很難 騎起來都很難騎 真的 側紙一邊就可以 大哥 還要你收我這麼多錢 都是側紙一邊 這個才會生氣 唉 現在 車看下去 我又沒有什麼 真的罵不下手 30元開門 算是這樣算 對吧 這樣算是有點膠 唉 我真的不知道說什麼好 我打算 一拉開閘 是有些東西在裡面看的 什麼都沒有 只有兩隻槍 不如我自己弄好一下 我都不知說什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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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TOMICA會不會出什麼特別版 那些貼紙好像還遮住了一些格子 那些格子 那些貼紙重疊 唉 真是吹牛醬 都不會說很失望的 但是 打開看到這樣的東西 真的 喂大哥 那些人為什麼不拍的 真是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特地陰糕人 買回來才發現 嘩 原來沒有東西的 是呀 看那麼多人拍照 為什麼都不拍裡面呢 白色的燈 是不是 那樣的樣子 你拍出來有些人看 那你也告訴別人 但是 不知道要說什麼 那這裡有個通風口 那這個餐車 那這餐車 那這餐車在哪裏上車 在司機爬進去 就在那裡爬進去 那餐車 沒有門 不過其實不是呀 其實TOMICA 可以開到一個 要想一想 開到一個帽子 好像之前那個Suzuki 那樣 他做過一個類似的旅行車 做到一個小屋子 真的可以進去 有道門進去 看看TOMICA 會不會出多一架 這個1比64 那會出那一架 又是1比64 那我就可以買 那就可以一模多用 對不對 改一改後面的小屋子 就搞定了 這個OK 這些有沒有多用 應該可以的 那這集先說到這麼多 我都沒氣罵 這東西真的 又不是很像微影 微影的那些 燈炸又掉出來 又什麼又密的那些 一罵起來 很可能有火的 這些真的是 我也不知道說什麼 先收回去 好了 今集先說到這麼多 那下集開箱 再跟大家開其他東西 拜拜